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没有地方逃了 最后猴王身体很强大 他就从树上面摆荡自己的身体 摆到另外一个树上面 用身体当桥 脚抓的树枝 手抓的树枝 让其他的猴子就从他身上 这样子逃到核的对岸 那当然那个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猴子 这样爬过去之后呢 那猴王也被踩得奄奄一息 就是用这样子的过程 这样子去利益众生 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他不知道心灵提升的东西 但是你曾经造过善业 利益过他 你对他有救命之恩 之后他再见到你的时候 无限生命之后他再见到你的时候 他愿意听你的 他对你有善 你就用那个因缘把他引导向上 菩萨都是这样利益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从恶趣上来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老实说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 毫不畏惧地舍去他自己的生命 都是为了救度那些有缘的众生 或者说看起来当时 他是为了救度那些有缘的众生 但是在他的心里 在他舍命的时候 一定包括了为了此时此刻的你我 那这一点很重要 佛菩萨心里都是包含的一切众生 他当初发不离心的时候 他当初发不离心的时候 他就是为立众生愿成佛 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 希求成佛 他才走上这条菩萨道的 所以在那个之后 他按照他的誓愿 修的任何菩萨行 他不只是救度眼前的众生而已 其实心里想的是一切众生 所以我也常跟大家讲 很多人这一生呢 他学广论的时候 师父已经原集了 他没看过师父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师父当初这一生 你能够看到师父很辛苦地在求法的时候 师父碰到很多挫折 还是想尽办法要弘扬广论的时候 师父自己说打落门牙或血吞吞的时候 其实为了就是现在在做的你跟我 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 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他之前 他已经长时间的 不只是这一生 多生多节的在为我们做努力了 这就是师长佛菩萨的心意 老实说 这样的话 我们所理尽的三十五佛 就算我们只知道其中 释迦牟尼佛的本身 其他的还不了解 但是佛和佛的成佛历程 应该大抵都有舍命不失这样的事情 你稍作思考 如果我们祈求的佛陀 曾经在阴地里 不止一次的为我捐弃过他的生命 那么我在感恩他 理尽他的时候 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呢 好所以 那个 大家在广论录音带上面 有听到那个师父去印度求法的历程 那其实师父是轻描淡写的写 就最主要那一次 第一次去到印度 了解到有传承师长传承教法 第二次是认真的准备去要认真的求法那一次 那师父也讲过 那个是在连续发高烧的情况之下 还是抉择要飞过去 飞过去的时候 一路在香港转机 好 那在飞机上 那个身上的高烧都没有退 然后乃至于说 到了德里机场 要再 坐这个长途车 连夜坐往北开的时候呢 一路上师父说也都在发烧 但是呢 一滴水都不敢喝 因为不敢下车去上洗手间 因为师父想身上带了这么多重要的资具 还有要供养善知识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供养 万一说那个司机 一下把车开走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求法就没办法进行了 然后师父在录音带里面倒是还讲一段 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呢 看着那个司机的长相 师父就想到说 听说印度还有一些邪教会杀人吃人的这样 师父说那个司机长得就很像是 信那种教的样子 所以那不但是身体受煎熬 心理也很受煎熬 那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师父是一个修行底子很好的人 在没有遇到广论之前 不管是参禅啊念佛啊 学习教理啊还有持戒啊 就已经有非常高的成就 应该说 做一个自由自在非常快乐的修行人 乃至于说非常轻易的 这个创造一个很大的教团 带大家学习 让大家都觉得有东西可以学啊 当年的师父已经绰绰有余 绝对不是问题啊 但是气舍这一切 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路 其实就是为了所有的众生 包括此时此刻的你跟我 所以老实说 你稍作思考 如果我们祈求的佛陀 曾经在阴底里不止一次的为我 捐弃过他的生命 那么我感恩他 理性他的时候 应该抱持着什么样的心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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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